嗨 大家好 两点半啊 现在正在打印我的签证 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跟雷姐都收到了我们的 塔吉克斯坦电子签 OK 谢谢 这两张啊 我已经是打印好了 我跟雷姐呢 也是退了房的 行李都收拾好的 我们就一直在等这个签证 现在两点半嘛 正去三点钟到车站 四点多钟到口岸 五点钟左右呢 就能到彭吉肯特那边了 用Yandex叫了个车 马上就到了 对对对 行李还是放后边 哎呀 车来了车来了 能不能放得下了 可以可以可以 在萨摩尔汉停留的时间过长了 好几天呢 已经为了这个签证 来来回回折腾 总算拿到了 现在先去车站 车站的位置呢 我发到视频上 就在这个车站坐车 我们已经到了 就在这边拼车 我们就先去 喷起肯特那边 这边啊 这个人好多啊 他们这边 都在做生意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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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车 好 好 好 先把行李放进去 五十 哎 应该是五万块钱 两个人啊 五万块钱两个人 我们我们的话 等他坐满了 应该就能坐四个人 可以可以 啊 OK Let's go Let's go 呃 你先坐进去 现在就是我跟雷姐啊 组个小队伍啊 我们两个人走通啥事 哎呀 都拿到了签证啊 现在坐车 先去口岸 从这个 萨巴尔汉到口岸 可能也就是三十多公里吧 看见他们带点囊过去 这是他们的主食啊 可是 哇啦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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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哇啦哇啦 上海 上海 哦 哦 乌鲁木齐 哈尔滨 北京 上海 郑州 郑州 哦 OK 他去了不少中国城市 在乌兹别克旅行了半个多月吧 还不错 唯独就是这个塔吉克签证 是把我给摆了一道 哎呀 还好呢 顺利拿到了 就半个多小时啊 就到口岸了 非常的近啊 三十多公里吧 两个人是五万块钱 OK 就停到这儿了 造型下车 OK brother money you check 五万块钱 好了 跟雷姐我们 准备先离境吧 哎 在这边就应该能换钱的 我估计啊 就在这里头有可能 哦 呃 各是百千万 一万所母是八块九毛九 然后十万就是 一百万就是八百 就是多 我看一下我查一下汇率啊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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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such 就是我再汇率查一下 在这边 你看 它是八块九毛九是吧 各这百千万 哦 差不多 这边是九 这边是九 汇率还行给的 这是这是一百万吗 一二三 这一百万就行了 换一百万 对一百万 OK 他就是相当于是八百九十九吗 他要算大单子 怎么也得给个九百块吧 OK 这里这小的 你到时候再说 等会儿 这边是多少 这个真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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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再给啊 对啊 OK 我看一下 这是八百九十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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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hat You said 他说的八百九十九啊 OK 哦 八百九十八 OK 八百九十 他给了八百九十 少了九块钱 这个这个这个 六块钱 这个留着留着 我给我给你换点 因为我还要回去 我给你发红包 好 好 我给你发红包 No 他 Pent Kaji Pent Kaji Pent Kaji 走走走 我们先过去 先过去 OK 过去 好了 先去大黎静了 钱换了 那他就是相当于他混了 我们几块钱手续费 准备好护照啊 他这边呢 也会检查你的签证 去那边盖个章子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盖了黎静章 现在走路去塔吉克那边 再盖个入章就好了 这边好多人啊 我跟姐在这排个队 可能要半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以上了 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了 我俩往前挪都没挪一下的 现在四点半 看我们到底 哎呀 用多久才能过去盖章子 说进 到处插队的 可能里边真的 就一个人可能干活 一群人插队 五点多 五点多了啊 真的是太夸张了 看的这些都是在排队的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排队的 几乎都在插队 那里边那就混乱的 跟他吵架 拥在 就两个小窗口 你就是把你的护照 只要能丢进去 你就成功了 没有人排队的 太夸张了 我们差不多 用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总算是盖了入竞章了 现在走路啊 去塔吉克斯坦 帮我拍张照片 我们还得找个车啊 还有个二十几公里吧 到彭吉肯特 这边是塔吉克离境这边 离境这边人还少一点 入竞章的人太多了 反正如果说体验感的话 满分一百分 这边应该是十分 里头能吵起来的那种 哎呀总算是出来了 最后还要检查一下入竞章的 给他看一下 二十几公里 二十几公里 就是我刚算了一下 一美元等于十一块 就七块三 二十的话就相当于是十三块钱人民币 两个人的话走吧走吧 我们刚刚换点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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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全是车啊 都在这儿等着 行行行行 还好呢天黑之前啊成功的入竞了塔吉克斯坦 大家如果说考虑从这个口岸过来呢 真的是要有心理准备的啊 都不排队啊都不排队啊 我感觉我可以从这条路直接走回去 应该没什么铁丝网啊 就一丢丢 农田感觉都是连着的 估摸着也就是为了盖个章子 他们本国人真的是 哎呀 后来这边就是塔吉克斯坦 真的是经历了拒签 然后又找中介各种折腾 总算是开始第53个国家的旅行了 我们又换了一个车 你先坐 这个塞不下了估计 我自己拿着就好了 就这个车的话现成的两个人 这个应该是司机本身就要回去 那个司机就把我们俩给转到他的车上了 就两个人啊 这都是私家车 这边通关效率真的是太惨了 一个人折腾下来都得一个小时 这应该是未来的国门吧 还得盖呢这个 总算是新的国家了 就是塔吉克这个口岸啊 虽然说有点这个乱糟糟的 大家都不排队啊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不错 因为他们人都挺好的 very nice 哪怕这个车的话你看 20块钱相当于人民币 也就是个13块钱左右吧 一个人那也不贵啊 跑了差不多30公里路呢 至少目前为止走的路还都挺不错的 都是新修的就是百油马路 这边应该是个服务区吧 吃饭的 种的有葡萄 好了这个视频啊到这结束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应该是先在盆吉肯特那边停流杠两天吧 然后有机会是到山里去看一下湖泊什么的 再去都上别 然后我再去苦展 这样子 因为我是没有那个帕米尔高原那个许可证的 姐呢是申请到了那个 花了850块钱 我呢是花了700块钱 申请了一个常规的啊 大家可以从这个就是他那个移民局签证申请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这个这个拒签率来算的话 你就能提再加上这个海关的这个通关率来说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处于个什么样的水平 你能分析出来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试图觉得自己应该会像小羊那么幸运了 知道吧 小羊是真的运气好就是申请一下也成了 不过也可以试着先拿30美元去申请一下 提前个十几天来申请一下 就是不要帕米尔许可证的那种 说不定你也能成功 反正我是没有时间了 所以说就是只预留了两天时间 哎总算是拿到了 好了就这样 第53个国家 塔吉克斯坦